装下应该很简单吧 不简单 试图两人同时打到不简单 到底不简单 我说出来很简单 当你手上揪的时候是不是简单 你看这张皮子到手上是平的 抬上去 如我说 不喜欢向下推的话 它是拱到上面 往下 你看我手就推下去了 这个手指弯曲一下 要想包出馅大又不露馅的包子 就要学会这招藏的手法 不过三丁包里藏着的大文章 还在这看似普通的馅料里 大块的五花肉和整只鸡 才是馅料的本来面目 将鸡肉煮熟后全部去骨 切成丁 五花肉要先将肥肉 瘦肉分开 再切丁 冬笋焯水也切丁 肥肉丁煸出油脂 可以让瘦肉丁和笋丁变得滋润 先上闪后调味 是三丁包馅料炒制的关键 酱油与糖的微妙比例 能塑造出咸中带甜的口味 鸡丁最后加入 以防散碎 扬州面点以小见大的理念 正是扬州早茶的精髓之一 俗话说边框边搂重在收口 那么这三丁包的口该怎么收呢 有个口诀 你想慢动是吧 我去翻上了 好的 你看第一个节目 你看 提 这个像上提 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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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扁法老师 扁有这个设置 向你倒 向外翻 不是拉 你看 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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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呢 倒进去 是这样翻过来 翻出来 你看 明哥先个字 叫先个高 一名 还真是三个高 什么呀